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來到新一期的食玩粉調查 它是阿萊 Cafe 今天來到尖沙咀 食玩粉調查的目標就是我身後的谷神 這間谷神就說佔地有五千呎 另外它也引入了四大元素 就進入到這間超市 上網傳言說這間店雖然佔地五千呎 實質是沒什麼賣的 而買的東西都非常貴 所以今天我們來實地調查一下 究竟傳言是否屬實 那我們快點去 等一下 好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Let's go 好 走 一進來的正中間就是一些特色的產品 就會有些咖啡茶類 我看到它的咖啡類都蠻特別的 而以前這個就是威士忌酒桶的咖啡 這裡還有一個限量版 整本書形的一些低音的咖啡 我看到它是日本茶葉 包裝成一個禮盒 超市其中一個理念 都是主打一些健康的東西 所以它都會有一部分是一些健康的產品 我們看看有什麼健康的產品 首先我看到這裡就有不同種類的果仁 另外這裡就有不同種類的薯片 零食類 可以看看這裡的價錢 我看到這裡也一樣好像City Shopper 有些無膚質的產品 看完剛才的一些外國產品零食區 我們就看看一些便利區 這個便利區就會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竹 飯糰 咖喱 以及杯麵 留意一下它都一樣寫了一些是無膚質的 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選擇 這裡的烏冬和麵都是一些無膚質 也有一些是零鹽 都是配合它這裡健康的主題 麵完之後就會有些醬汁配搭 有很多不同的舉藥麵給你選擇 這個是減肥人士之選 因為大家有時候可能真的要戒澱粉質 就可以選擇吃這些舉藥麵 這裡面前有一排很多不同的健康產品 說的是有些什麼呢 有禮物 旗亞紙 還有一堆 我們就看看這一區是怎樣買的東西 它就是將食物入到紙袋裡 然後再去磅重 然後再貼入紙袋裡 然後就去付錢就可以了 每個紙袋只可以進入一種產品 還有最低消費是100g 不過有些指定的產品就除外 我們看看這一區是什麼 這一區都是一些健康的零食 不過它已經是包裝了 我們一直都會看到無膚質零鹽的系列之外 另外這裡還有一些素食的系列 所以素食人士都可以選擇這裡的零食 我發現其中一種很特別的零食 這裡是不同的雨衣甘蘭的脆片 有三種不同的味道 有無然的核桃芝士味 有燒烤味 也有就這樣的核桃芝士味 除了健康之餘 這裡還主打一些精緻的生活態度 裡面包含了三種不同的米 這是一個禮盒裝 這裡要價值220元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買呢 這一區就是生活用品區 裡面有很多不同 大家需要用到的日常生活用品 例如洗頭水 女士需要用到的一些用品 生活用品區之中 有一個大家女士最喜歡的 就是棉膜區 當然這裡除了有日本出產的棉膜之餘 也有其他國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看價錢 是否比外面的便宜或貴 這個價錢上是便宜的 大家自行定奪 除了一些女士的用品之餘 也有一些BB的用品 眼前就是杯麵區 有很多角色不同 來自日本的杯麵 眼前這一區最主要是買茶和咖啡 相對於門口那裏 門口那裏是一些 店舖的特色推介 這些比較普通一點 雖然說普通 但裡面也有些特別的產品 有不少產品都是日本運來的 除此之外 這一區有些減肥茶和飲品區 還有罐裝的咖啡之餘 也有些酒類 最特別之處是有很多不同的日本的啤酒 大家來看看 白啤酒 有普通的焦日啤酒 當然也有些紅酒 眼前這一區就是日本烈酒 例如眼前有足殼的威士忌 除了威士忌之外 也有女士比較喜歡的梅酒 如果大家喜歡也可以來看看 眼前就是罐頭區 我發現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游風鴨鼻 來自於西班牙 旁邊還有一個更特別的 叫做游風鵪春 99元有兩隻 而且在罐頭區發現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吉野家的罐頭 當然 這個吉野家就不是香港的吉野家 而是日本的吉野家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吉野家的罐頭是有六款味道的 好 這樣來到冰櫃 這個冰櫃是有些凍肉 我發現有幾樣新奇的東西 既然這裡有蠔賣 但這裡是有自己剝的 不過要留意一下 這個是需要加熱食用的 不可以當時新吃的 這裡有些日本的豬肉 比較特別 這裡有瘦氣燒汁 冰櫃旁邊有些飲品 這些飲品已經放進雪櫃 我們看看有什麼特別的飲品 我發現有一件特別的東西 這個超市有一支玻璃瓶的Sake 接著有豆品類 這個豆品裡面有很多不同 來自日本的豆魚 還有一個芝士火鍋醬 這個芝士火鍋醬 即是可以買回家做芝士火鍋 我發現很有趣的東西 茶碗蒸 而且這個不是普通的茶碗蒸 是重溶味道的茶碗蒸 來到乳酪區 這個乳酪有很多種 有不少是日本出產的乳酪 來到山果區 留意一下 這個山果區 除了有一部份是來自日本的山果 也有一大部份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山果 眼前的山果是已經開了出來 回去基本上就可以馬上吃 裡面已經是給你了 單果下面就是沙律區 好 眼前就是日本蔬菜區 看到很多來自日本的蔬菜 喜歡日本壽司的朋友 可以買一枝回家 自己生磨 就可以做一些新鮮的芝士火鍋 來點你吃 真的非常棒 另外還有日本的番茄 眼前就是日本的貴價山果區 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蹄子 有最近大的香蔭蹄子 當然除了日本的山果之外 其實這裡也有其他國家的水果 價錢會相對便宜一些 也可以考慮買來吃一下 眼前有些日本時鈴的蔬菜 例如有粟米、洋蔥 都有的 當然這裡也會有一個小小的區 就是買自己品牌 是谷神的奢侈 來到谷神的超市 其實不僅是買剛才的產品 另外還有野食區 而面前的野食區 就是米為主 我們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你就可以看到 人們立刻做一些飯糰 面前會有不同種類的味道 飯糰 飯糰配搭有些都挺特別的 有油脂、蔥、燒、青魚 另外還有雞肉、軟骨、綠味、菜 除了剛才的飯糰區 這裡還有其他熱食的賣 例如便當定食、茶漬飯 除了剛才的熱食區 這裡當然會有飲品區 飲品區有不同種類的咖啡 也有不是咖啡的飲品 會有阿斐最喜歡的一些Cold Blue的咖啡 Cold Blue的咖啡 還不只有一種 是有四種 最特別的是 有一個叫紅棗的Cold Blue的咖啡 我覺得阿斐可以一試 這裡其實是開9點到9點 11點之後 就會有不同種類的沙律 它已經配搭了給你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 現在還有一個事業優惠 68元兩款 78元三款 沙律可以在玻璃面前 你會看到它的配搭 你可以看到樣貌 你才會選擇 原來除了沙律飲品之外 這區還有一些包點類 例如牛角包、曲奇 也可以有水澤 這裡還有一個早餐類 價錢已經包了一個8盎司的咖啡 製作時間都會有寫明給你 你可以用自己的時間 會不會選擇這裡的早餐 我們是時候要開餐了 由於是早餐的關係 我們就要試一下這裡的早餐 我們先試一下墨西哥卷 留意一下墨西哥卷 要11點半前才會有 11點半後就只有沙律 讓我試一下墨西哥卷 哇好香 聞起來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試一試 這個墨西哥卷非常好 吃下去很濃的韓式風味 墨西哥卷 裡面有蛋、洋蔥 吃下去有很濃厚的韓式風味 但是墨西哥卷 除了有韓式風味之外 也有一點兒覺風情 這個組合不錯 挺好吃 我試一下這個竹炭白鳥 那名是竹炭 所以一片是黑色的 我看它的拉花是很美的 它的白鳥茶也挺濃的 而且我覺得有一種沉實的感覺 我這杯雷鐵沒有特別點到小甜 但其實喝起來也不會太甜 我試一下我的紅棗冷碎咖啡 我覺得這杯冷碎咖啡非常特別 我第一次看到是有紅棗冷碎咖啡 大家可以看到 這杯咖啡裡面有一串的紅棗 還要不是一粒 是一串的 非常特別 那我試一下什麼味道 不過聞起來 紅棗的香氣不出的 真的不出的 但咖啡非常清香 very good 這杯冷碎咖啡除了保留了冷碎咖啡 本身咖啡的那種香味 的味道之餘 亦都喝到紅棗的少許甜味 不是很濃 但是有的 那這個組合我覺得非常之正 因為除了有咖啡的味道 也有紅棗的甜味 真是very good 那另外呢 我們還買了飯糰 現在因為事業優惠 就買吳宋一 那這個飯糰很特別 他就給了這個袋 我以為是口罩袋 很貼心 怎知道一磨原來不是 裡面是有一塊紫菜 在裡面 其實它這裡也有教到你 是怎樣做的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它怎樣做 撕了上面一條虛線 再撕在中間 撕開兩邊 就可以有一個紫菜出現了 包起來就可以吃 我們現在試這款 就是柚子蔥燒青魚 這裡也寫明了是養生的黑米 我們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很明顯裡面是有兩種不同的米 另外還有一些芝麻 當然還有這個青魚 我們試一下包來吃 好 終於包完我的紫菜飯糰了 我試試看 首先試了紫菜其實是很脆的 因為你另外馬上吃的時候 才馬上包 所以它還可以保存紫菜的脆度 我試試吃裡面 不過我建議大家 現在做這個飯糰的時候 輕力一點 因為可能我太大力了 旁邊已經開始散了 吃下去就因為 我們平常吃的飯糰只有一種白米 裡面又混了其他米 所以吃下去你會感覺上 咬口是硬一點 因為它是柚子 但我又吃不出很強烈的柚子味 另外還有青魚 但是青魚來說當然沒有那種香味 我覺得整體都OK 好 到我試了 我又試這隻味 雞肉軟骨綠米菜 這個飯糰是用了五穀米的 跟一般白飯用了醬油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紫菜是很脆的 飯糰是用手工製造的 因為真的很鬆軟 完全不實的 但是味道上 主要都是以醬油味為主 但是雞肉軟骨 我就不問下吃得出 總結一句 口感我覺得OK 但是味道上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吃完我們剛才買的食物 我們就簡單做一個總結 先講調查結果 今次吃碗粉調查的目標 就是這間超市 究竟多不多東西買 好 答案是 每樣都有些 我覺得就是一般的 我覺得這裡的種類 是幾多 但是每一個種類的量 多不多 就不是太多 先講一下 我覺得一般 雖然這裡是很多 很多不同的健康產品 但是我覺得 以香港的超市來看 它不算是最多 有很多的超市 是比它更多 例如 City Super 我覺得裡面的種類 比這裡多 而且裡面的健康產品 都是比這裡多 而價錢來看 見仁見智 因為我對一些產品的價錢 就不熟悉 但現在個人認為 都不算是太便宜 所以我覺得 上網傳言 說這裡是沒有什麼賣 而且東西是貴 基本上我覺得是 成立的 關於日本的產品 是相對多些的 所以如果離開尖沙水 我覺得都可以來一來 逛一逛 逛一逛個圈 我最欣賞的地方 就是咖啡店 我覺得這些咖啡 是非常特別 而且在墨西哥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這裡的飯糰就是每天新鮮去製造 還有裡面的材料的配搭 米的配搭 都挺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走來這裡 買一個飯糰 試一下都挺好 今集食玩粉調查 就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and share這條影片 還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按旁邊的鐘仔 下一期再見 拜拜